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平先生等一下稍后会加入 不过你还要及时加入 OK 我们中文医院 加入不了 等一下我先听听你们的讲话吧 抱歉 抱歉 OK 谢谢几位嘉宾的参加 让我们中文医院每次都受到大家很多的关注 我想今天我们想讨论很重要的议题 中国经济受到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的影响 还有中美脱钩的问题 现在越远越烈 像整个中国经济下行 本来今年要定5.5%的经济目标是GDP 到底能不能达到 现在已经是个问号 尤其去年2021年的第四季 中美之间的GDP产生一些变化 美国中文拜登已经提到了 美国过去20年来第一次经济成长力超过中国 我想北京现在刚刚习近平主持了一次政治局会议 那政治局常委的会议提到了一些重要的议题 当然经济放宽 是不是对监管 对科技部门的监管部门 对房地产业的是不是能够松绑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注 我想外面包括《华尔街日报》 包括英国的伦敦金融时报 都做了很大的篇幅的报道 所以我想请盛明 你对经济一直长期很关注 你对习近平亲自主持了 刚刚北京时间29号的这个政治局会议里面 特别对经济的松绑 对一些科技产业 对一些房地产的松绑 你的看法怎么样 我觉得非常乐观这个事情 就从中国股市的反应来看 这个会刚开 昨天就70多点上去 前天也是70多点 就基本上把上个星期就掉的那个148个点 基本都都回复了 就现在比中间的还有一个70个点的掉 有个48个点的掉位 就中美脱钩他们谈了很多时间了 从川普起就在一直威胁这个事 我认为就基本上不可能 就是概率挤近于零 就只要美国还是个资本主义国家 只要中国不回归共产主义 这应该就是不会发生的事 他作为政治牌会不停的打 那现在根据那个兰华早报 今天透露的消息 就是中央们马上会开一个会 就在5亿之后 就这个会上呢 就会向那个企业的高管保证 以后不在监管机构 在不在呢 就是随意的就是罚款啊 提出整改的要求 像阿里巴巴 去年一下就是180个亿 就这种事呢以后将不会再做 就要确保呢 就是所有监管都了解到 要减轻监管力度 就这样下去 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不停的讲到 就中国的那个 就全力躺平资本的外逃 这已经是个越来越严重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会呢 包括会请了像阿里啊 腾讯啊 美团这些都会出席 所以这应该是个相当积极的一个举动 就认识到这个经济的问题了 那当这个事呢 其实跟疫情也有直接的关系 疫情其实促进了中国做这个决定 如果没有这个疫情的事情发生 可能还觉得以前那个事蛮对的 对资本呢 不说肆意打压吧 至少还是 就是还是就是让他这样去 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 现在第一季度的那个GDP出来 我们看到一个数字 比如说最忠于 最喜欢叫忠的 就是李鸿忠那位老兄 就忠诚不绝对 就绝对不忠诚的 在他的志向呢 天津确实是静态 所以动态清零 成绩斐然 做的是非常好 只要有点苗头就打 其结果呢 第一季度GDP出来 增长是千分之一 可以说是全国所有的省市 里面最后的一 就你政治上进步了 你经济上就要付出代价 没有你在两边取巧的余地 所以现在就今天我看到两个好的消息 一个就是这个 《南法早报》报的经济会议 股市昨天已经做了一个证明 再一个呢 就是《人民日报》在昨天采访了张文宏 就前天了28号 外面一直流传说张文宏又 怎么被禁言了甚至有什么出事了等等 其实完全没有 你可以看到他讲的一个话 就他对疫情也提出他的看法 就如果我们也讲错的话 就是 动态清零这个会有很大的改变 甚至就是根本的改变 他提出了很多看法 这个我们在后面可以慢慢讲 就由《人民日报》提出这个 主要就提出一条 不要对阿尼科隆过分的恐惧 他的致死率 就是病死率只有流感的五分之一 而远远不是像另外一些学者讲的 一些专家 两万年那是说流感要达多少倍 是吧 达六七倍 因为他们就是实际上是选择性的 或者说是 滥用了香港那个数字 就是病死率最高可以达到百分之十六 那当然不敢放开了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不认为中国会再回到 共产经济 只要这一点中国方面做得到 美国更没有可能搞共产主义 搞社会主义 所以两个资本主义的国家 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要脱钩 首先资本就不答应 其他的一些政客 中间怎么叫喊都没有用 我想请教育文 育文你常常在外媒撰写一些评论 这一次我看整个西方的 一些财经的专业媒体 非常非常关注中国对经济的一些措施的看法 刘鹤刚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 紧接着习近平就马上组织北京时间 今年29日的这个 27日的这个常活政务局会议 你怎么样来看待习近平心里 到底在担忧什么事情 那他这边提到了全国是一盘棋 要稳增长 稳就业 稳经济 看起来稳经济跟偏经济 是下一期的二次大型习近平最关注的事情 这个中国经济这个GDP不能 跑输美国一定要赢过美国 这样这个权益不知道是不是 他真的说过这个话 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今年一季度的 对于昨天出来的美国一季度的这个 交流也不是太乐观的 也是萎缩了百分之1.4 晚比也降低了0.4 同比降低了1.4 所以中美经济一个来说 一季度都是不是太乐观 但是对中国来说尤其是不乐观 为什么我们讲呢 因为我们讲这样 这个疫情因素现在的道具都是在封控 除了封控之外还是一个封控 那么封控呢 对经济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从习近平这个角度来讲 他必须保证这样一个今年的经济形势 特别是这个GDP的增长 不然太难看 哪怕就是说你达不到5.5 这样一个预定的目标都没关系 但是你不能掉到这个 百分之4.5以下 至少是大概这个百分之5左右 不4.8呀 我觉得他可能能浓浓的这样一个心理底 甚至于4.8这样一个东西 掉到4.5以下可能就是太难看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经济局会议 作出了一系列放松的这样一个信号 除了对这个资本的监管可能放松之外 对房地产也会放松 这个我曾经在前几期节目都谈过 因为中国这个房地产的这样 所谓一个 它的支柱产业的作用 一旦遇到大的这样一个经济形势 它就会放松 另外就是说还有权言有可能是说 说这个有可能是对它消费方面 就是给老百姓集结发钱 这也是一个权言 是不是会有这样做 不是太近的 但是就会说是对那个 对那个这个中小微企业 对个体工商户 要进行这个 就是说全方位的这样一个贴符位 这个可能就是会做 因果来讲这个他在所谓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这个金融 这个我们讲资本 然后在这个消费方面 应该来说 接着经济局会议都发掘了一系列 可以讲 新机会比较积极的这样一个信号 那么这个信号就是说 在股市上这个也有所反映 至于是说这个经济发展 跟所谓的这样一个动态清零 会怎么做 我不太就是说 这个跟逢信平的这样一个观点 有点分歧 有点分歧 从中纪 我们不要从江湖文物怎么来看 还是重要的看 中纪局会议怎么讲 中纪局会议讲 我们讲这个会议还说是坚定 这个不宜的坚定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什么坚定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坚持动态清零 这个还是这样一个 所以我 从实际上 实际上它现在来做的一系列动作来看 各个地方的 从动态经理现在进了一个 什么 硬封 硬封控的这样一个状态 因为它都接受上海的教训 所以在开始的时候 一旦有几起所谓的这样一个 这个几起 或者十几起这样一个 这个病例的话 就开始封城封控 所以讲这个 这样这种加码 当然这个 可能对这个疫情的防控 可能是有利的 但是对经济来说 肯定是不利的 不利的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讲这两者 之前如何这个协调 我认为它之前的 还会有个磨合的阶段 有个磨合的阶段 它可能在这个某些方面 比如讲这个对资本的打压 它会放松 但这个对资本打压的放松 并不等于说 它对疫情也就 也非放松 这是我觉得这是两码事 所以这个这样下去的话 中国经济可能就对 我觉得就是 如果就是一系列的 包括这个货币进度的宽松 包括这个消费的这个刺激 包括对了一个小微 中小微企业的 这样一个补进生补贴 甚至对这个民众 构能集成精神补贴 这样一次方式的进进生 我觉得这个下半年的经济 可能会比这个比上半年也好 我们讲上半这个五月 第二季度已经过去的一个月了 还有两个月 那么看两个月 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 但即使从第三季度开始 下半年开始 我觉得可能会比比上半年好 基于所谓的这样一个 中美的这样一个经济上的 这样大批比拼的问题的话了 那一看这个所谓政策的 这样一个乏力点 它落实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是否高个部门 我们讲高个部门 它都会有一些 这个自己的利益的考量 前期对这样一个资本的打压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它这个部门 它是揣测中央的这样一个意图 那么这个中央的意图 就是你中央有这个意图 它下面就加码 包括部门也加码 包括防疫 防疫上我们也看到 那么现在的这中央如果发出了这种放 这个调紧放送的这样一个信号的话了 那么可能各个部门 包括地方上也会进行放送 而且放送的力度可能会很大 比如讲对房地产来讲 这个所谓的这个 原来这个 这个已经七八年的那个 这个所谓商住房 这个不能不能这个交易的这样一个 现价房不能交易的这样一个禁令 那么就有可能会会到一些地方就会打破 一路来讲这个 这一轮的这样一个经济刺激计划了 会下半年会拉挡中国经济的一些 但是也有可能有此会带来中国通膨的一个提高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中国通膨因来讲是这个 还物价涨得来说不是太高 相对于这个美国相对西方不是太高 但是如果这个扎码刺激的话 所以讲这个通膨的话物价的话 这里这个也有 在之后又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总而言之呢 他这是对中国政府来讲 谁都是办事着一个两难 疫情防控跟经济的放松的两难 然后如果经济真的有所放松呢 对通膨如何处理的话 都会有一系列的这样一个难题 嗯 徐总你觉得像习近平其实在去年打压了科技了 房地产业其实也有反弹的声音 只是大家好像不太不太敢讲 那到现在目前为止 这样放出了一些松绑的一个讯息 直接的差距啊 让人家可以看出其中微妙的一些关系 不过这个他我看了那个一些他发言的稿子 他提到就是说希望不要发生所谓系统性的风险 然后要稳住外资跟外贸的基本盘 所以他事实上他也了解到整个外资啊 正在彻底当中 外商也开始对中国投资中国有点疑虑 你站在二十大之前 你站在习近平的角度来看 你看习近平现在的这样态度给转变 我们又可以观察到怎么样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习近平态度其实没有什么转变 因为这个政治局会议呢 他没说习近平说什么 他只是随便说习近平 但是后面就是会议会议强调 而中间其实很多是相互矛盾和相互冲突的 我认为这个会议呢 是想呢在对会议开始讲到了 在乌克兰战争和疫情的这种迸发的基础 这个条件下的话 他又跟什么世纪之变啦 什么之类的连上也说呢 中国现在面临了一个新的一些挑战问题 经济呢发展有不确定性 实际上对这个方面呢开了个会 这个会中间呢 我觉得还是把几方面的意见都强调了 但是习近平做了一些让步 我觉得现在是习近平做一些让步 因为如果是习近平调整的话 那我当然觉得就盛平说的这个呢 就是一个比较可喜的现象 对吧 不管说这个制度变不变 什么时候变我们放一块 至少在现有制度下呢 那是上海人民之幸 是全国人民之幸 就他给放弃过去的一些矮板的僵硬的 那种蛮干的做法 但是现在呢是他究竟是他退了一步 是因为这个危机太大 他也吃不准呢 还是呢就是说他真的根本是要有改变 那疫情这一块呢肯定是有所退让 虽然呢在政治局会上还在强调了他这个 但是你可以看到新华社今天发的几个东西 比如像这个新华社呢就是说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副主任李斌表示 新冠肺炎现在防控啊已经进入了第四阶段 他说第一阶段突发疫情应急围堵阶段 第二阶段是常态化防控的探索阶段 第三阶段呢是全链条精准防控动态清零阶段 当前呢他说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全方位综合防控 科学精准动态清零的第四阶段 那在两万年呢在新华社也有个讲话 他说呢这个猫必克戎虽然具有传播强 隐异性强无症状感染多者 但并不意味着就做不到早发现早报告 早隔离和早治疗 他说只要真正做到四早 我们就不一定非要全市全员核酸 甚至全程分控 所以抗击奥密克戎并不意味着全员核酸 更不意味着全市全域分控 那这就跟我们知道跟上海啊 包括前一段人对上海中强调呢 就是当然他跟他那个分区啊 这个上海中引入分区这个也是比较一致 那我觉得在这点上 你可以说的防控疫情上呢 开始做了一个推让 什么全链调开始退了一步 那经济发展这一块呢 其实这些还是 虽然呢现在都在讲要放 放呢放什么地方 这个我觉得习近平还是和 多数人的一些看法有分歧 习近平呢是想 在这个会议上他也说了 是想呢调结构 还要防风险 风险就是按照过去的 这种用需求啊 就是放松需求的方式来这个 缓解经济危机啊 这样的一个方式实际上会加大 未来的风险 其实一米一上来讲 这个新常态供给侧的改革 就是说呢要消除未来的风险 那么这次呢他还是强调这点 但是另一方面呢 你看这个会议的公报中呢 在他的前一段就防系统风险 加上要进行结构调整 之前呢又说呢 要这个把消费啊等等要搞上去 就说这个要是 而且呢要这个一些政策 要提前发力 其实就是要把需求再放一下 那他跟习近平的这个思路 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要是从现在救危机角落 叫救企业 救现有企业来说的话 在某种意义上 是要让习近平心中那些 比较落后的东西 还要继续的保留下来 让习近平心中 这里有两个 一个是产业结构上 他就是因为产业结构人员 原来嘛 他是满足了当时的需求 他这个产业循环产业链 那习近平本来是想呢 让这个产业结构升级的时候 一些企业要淘汰了 一些企业要提起来 再一个就是对企业素质上 习近平是希望呢 在这个借危机的时候 淘汰一些企业 扶持一批新企业 但是呢 这个要救市的这些 救经纪人呢 他就是要从稳住经济角度下 他说呢 对现有的企业 无论符不符合你心中的 好的标准 我们现在都应当让他先活下来 因为就是要保 他现在你看 已经从稳字到保 笔克强在江西的讲话 是保就业 保这个增长 那习近平现在还是叫稳 那所以我在讲说呢 在这点上 他们还是有一些微妙的差异的 所以习近平做了一些让步 这个但是这些让步 我的看法是他做了一些让步 并不是说他对于经济发展的思想呢 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而他现在还是把目前的困境 不是归结为他前一段时间 置意思路的这个过失 更不归结为他前一段时间 对经济整顿的这个过失 他是把他你看 他证据会上开始就强调是 疫情突发 还有呢 这个而且疫情突发 他多少可能没落实 他的指示 就是动态清零的指示 严防死守的指示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乌克兰战争带来的 这样的一些挑战性问题 导致了现在的 他现在的一些问题 所以他想做一点让步 但是我不认 我觉得这些让步是暂时的 OK 是不是你觉得军道提到一个重点了 我倒是想请教你 你觉得习近平现在做这个转变了 是这种阶段性的调整的迫于事实无奈的 还是说他可能会有另外一种思维出现 我觉得是基于现在已经看到的一些数据 你比如说前一段时期在传的说 张文宏又如何了 怎么样被封口了 甚至就出事了这句话呢 显然不是真的 对吧他现在人民日报上面高调亮相了 但张文宏这个讲话呢 他实际上是基于上海疫情 总结出的一些新的数据 因为按照两万年的说法 就是现在中国官员这样讲 就是主管经济的官员和主管的 公共卫生的官员 他们实际上是有分歧的 因为从他们各自的管辖的区不一样 他们的责任不一样 主管经济当然就是说越早开放越好 就是而主管那些公共卫生的呢 就是说等等再等等 就两万年的五字经吧 他已经练了很久了 至于说习和李呢 我认为习和李没有分歧 就习和他自己有分歧 就前不久呢 也就三天以前吧 国内的上海朋友给我打电话 专门就讲到 他对上海疫情失控的一些看法 但这个比较多的还是阴谋论 比如说江征的反扑 隔壁隔壁老王的一些动作等等 就如果这些故事是在两年以前 也许还靠点谱 比如在香港战中事件上 你说中央有分歧 就中央有两派 或者你在2016年 任志强那个事件上 就党媒信党那个事件上 中央有分歧 这个我们在海外也都看得到 最后也显示出来 就确实是有分歧 但是现在事过紧迁了 习的在中央 我不认为他还有什么力量 可以给他搞阴谋 耍手段这些 代工是可能的 底下 但那个谈不到呢 是有两派的问题 其实就他自己的决心动摇了 那上海的新数据是什么呢 按照香港的数据 确实就4月15号没看到 人民日报呢 其实显明的坚决就是 动态清零绝对不能像 就是有其他的犹豫 但你在看4月28号的人民日报呢 谈的完全是两样的 因为香港的数据出来的时候 当时死亡7000多人 千分之一的死亡率 不是病死率啊 就香港700万人嘛 而老年人一旦就是 沾染到了80岁以上 老年病死率呢 居然达到16% 就是100个老人得病 要死16个 那在中国他是不敢接受的 且不要说老年人 也就千分之一的死亡率 对中国来说就是140万人 再加上100个老人得病 16个要死 中国又是一个比较尊老的一个国家 所以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就就从一个 本来防疫是个科学问题 是个医学问题 它就变成个政治问题了 政治问题再往下走呢 又变成个伦理问题了 老年人该不该死 或者说老年人生存权利的问题 所以当时一边倒 就是香港市出来以后 那根本不要想 张文宏这也没有发言的余地 而在前天呢 人民日报采访的张文宏和陈尔珍 他们俩是放开了讲 他们根据什么呢 是上海的数据 上海到25号为止 也就是五天前 四天前一位置 死亡是130个人 就是那一天 而根据这个来测量下来 他的病死率 远远低于香港那个数 他的病死率多少 流感的病死率是千分之一 在世界上的数 而根据上海现在已经死的 那130个人呢 算下来的病死率是多少呢 就是从感染的 他病死的是万分之二都不到 万分之1.78 就是低于流感的致死率的五倍 只有他的五分之一 那如果按照这个来算的话 那全国死亡人数 也就在10万左右 而且上海致死的人呢 他那个年龄又有一个问题 香港是全世界人口 就是说那个平均税数最高的国家 85岁 85.29 而上海可能是 大概仅次于香港 因为上海是中国最高的 所以上海是84岁多 远远高于中国所有地方 中国平均是78岁 所以按照现在上海的情况看 张文宏就得出一个结论 就说不必害怕 新冠这个事 他实际上他的致死率非常低 只有流感的五分之一 而他对经济造成的那个损害 我们也看到又非常大 就你想这么一个奥米克隆 又搞乱了经济 对吧 又搞乱了民生 你知道大家上海前两天 我也有朋友过 昨天还在发 说昨天晚上就是敲锣日 大家一起敲 当然官媒讲又是境外势力 境外势力哪有那些作用 我们这些人可能也算境外势力吧 根本没有 就是那又是当官留在那就是甩锅 对吧 你就是搞得人家天路人怨了 你要不满意了 你说大量死亡人们 他可以接受这个 死亡率低到这个程度 所以两万年他们讲的那个 就是16%的死亡率 这是一个非常不科学的 是一种滥用统计数字来 不说保自己误杀吧 至少就是对中央是一种 这种误导 那么再一个 他死的人 平均岁数85岁 香港死的80%以上 他平均死亡年龄是86岁 都超过该死的年龄 上海的平均死亡年龄 是83岁82岁多 就死的那130个人 也就是说比他的应该有的寿命 上海平均寿命的是84岁 也就差一年 再加上很多死亡的人数 他并不是上海人数 因为上海有三分之一的人数 他是外地人来的 恐怕也就是平均死亡年龄了 也就是你在80岁以下 基本上你不会死于新冠 就是如果你 不去考虑香港人数的 那个老年化特别多 你就是拿出那百分之十几的 去吓唬人的话 那不光中央被吓唬住 老年人也会被你吓唬住 那你 反过来讲一个例子 非洲的平均年龄也就60岁 那非洲 即使全部都得了新冠 比如说非洲一个国家 他恐怕一个人也不会死 因为那个病80岁以下 他几乎就不死人 就变那样 所以就这个统计数字不能去滥用 再一个呢 还有 一个就人种的问题了 我们也知道文革以后 尤其改革以后 中国的很多精英 是对中国失望 中国什么都不行 制度不行 科技不行 文化不行 甚至人种也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有些就叫出了那种口号 你做美国狗 你做中国人 这是我们认识的朋友 叫出的口号 就这样呢 我们就看到呢 从和尚 这个到黄霍 都对中国的 然后从刘晓波 到刘宗晋 从三百年殖民地 到和平中国 一早不一迟 就所以这口号就出来了 就是一种不知性 但是实际上呢 你这种 动态清零 就是对病毒严放死守 一个不放的这种做法 就算你成功了 最后你代价什么呢 整个中国人的 人种的基因 你失去了免疫性 对新冠的免疫性 全世界都开放了 你没有 这个其实历史上 有过很惨重的例子 美国人到印第安人来的时候 欧洲人来的时候 印第安人好几千万人 95%都死掉了 当时中间有些是杀掉了 但是更多的实际上是死云了 他们带来的那个病毒 欧洲人他是百毒不清啊 他在欧洲历史上什么天花呀 什么鼠疫啊 什么就各种各样的病啊 他是经历过好多好多 经常是死上三分之一的人口 他是炼出来 而印第安人这边的三清水秀 没有那些病毒 结果来了以后 欧洲人带来的病毒 基本上就种族灭绝的 另外一个原因吧 就除了他们 用高科技 就用武器杀他们以外 那你这样搞的结果 把中国放到什么余地 什么地步呢 实际上就是 中国人的免疫力 你就会把它彻底就是 破坏掉 他就没有那个免疫力 所以总结起来 就是本来说 以前的认识是对的 因为在Delta的时候致死率 就病死率是高达5% 那个时候你要是 中国你要是敢开放的话 60%的免疫 那就是8亿人要得病 8亿人在死上5% 你算一下吧 那就是多少人 就4千万人死 哪一个制度也承受不了 但是现在呢 他已经变成1.78% 就病死率 如果在三针加强的话 还可以低于那个数 就已经低于流感的数了 所以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我就上几次我们讲了 中国会很快开放 因为他现在他哪一头都不占到 以前他是至少 他占了就是社会稳定这一条 现在他没有了 现在今天社会的不稳定 不是说是人的大量死亡 感染造成的 实际上是这种 行政命令造成的 这种强行的封城造成的 什么都不方便 很多次生的灾难和死亡 他们也得到 经济上 李鸿忠执行的最坚决 他的经济是全国最糟糕 千分之一的增长率 再一个 从那个 就是社会稳定的角度 本来说我至少不使人 我站在个稳定 经济不发展社会稳定了 现在今天社会不稳定 你越这样强行 你越不会稳定 他没有任何好处 所以我不认为他还会去坚持下去 现在国内加紧和强行 已经要打第三针的对岛链影 现在普吉林打的82% 基本就是开放的前走 但是我上次我也说了 我相信以后可能还是这么一个情况 即使是习近平 他同一张红文的说法 他也不会非常直接的说 我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5月1号 5月15号 中国开放 就像韩国3月 3月28号全部开放一样的 他不会的 4月18号 他也会呢 就是说我尽力了 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 不得以而为之 这种情况下 但是现在明显的已经在开始做工作了 这工作就是叫大家不要过度的恐惧 这就是我看到的那人民日报 采访张宏文和那个 另外一个专家 我对他这个解读 我最后一点时间了 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媒体有报道 这个习近平下了命令 希望今年中国的GDP能够超越美国 当然不晓得这个属实不属实 不过从之前的这个两位数字增长到后来饱发 到2020年以后像曾经提到的没办法设GDP的一个数字出来 到现在习近平是要超越美国 你觉得整个经济的这样一个发展 还有习近平的这个这个讲话或者说今年的成长这个你觉得GDP到底能够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GDP这个东西 这个人们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认识看法 有时候人们这个东西就没有什么作用 就是说你即使你GDP增长很多 老百姓品种的依然很贫穷 所以讲就没有意义 但是对于政府来讲 这个GDP又是有有有作用的 GDP高的话了 不但这个市值好看 他还可以解决一系列的一些问题 实诉求是说这个GDP不是不重要的 他确实是重要 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讲 他很重要 我们讲这个起码来讲你GDP高的话 你政府有采取收入 那么你政府有采取收入 你就可以用这个钱去解决问题 当然这个钱用的什么地方 那是另外有这个分币以上的时候 是另外一回事 另外一回事 但是如果你GDP不高的话 你这个包括你的就业 包括老百姓的收入 包括政府的财产收入都就是一系列的问题 印度为什么讲就是从过去 为什么讲这个前两年 这个也知道不设GDP 又恢复了设计GDP呢 我想原因大概就是说 前两年因为中国经济 这个GDP增长还是比较高嘛 所以他这个认为就是哪怕就是跌一点也依然很高 就原来的百分之八 比较再跌到百分之六 或者百分之七 他们当时预期的就是说 我不是GDP 但我经济可能也能够保级百分之七的 就可能保级百分之六点五以上的这样一个增速 所以讲的那个是觉得很自信 所以就不需 无需来设计这样一个GDP 但后来发生这个情况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就是说经济比预期的更要糟糕 那么比预期的要糟糕的话 那你就要设计一个GDP的级标 有这个指标在了 那么就可以说说有一个目标 有个目标 这样的话 就这个政府 他就可以就多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条件 政策上的这个我们讲这个动员等等 就更方便更方便 所以讲这个对于中国政府来的GDP 他不是不重要 尤其是在二十大的这样一个时刻 那么我再补充一下这个信品的这样一个看法 我依然跟信品不同 是不同观点 尤其是近期 我觉得他不会 我觉得不会放开 算算奥米这样的放开 哪怕就是说他不酸不酸 悄悄地放开 我觉得不会放开这样一个 张文宏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的 张文宏一来就他观点 其实并没有改变太多 从奥米克隆这样一个独独这个来 他一来就是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看法 只不过是有事要不说话 有事要这个讲话而已 那么就算是我们讲上海的这样一个 上海的这样一个死人不多 但是现在看的每天一来是死四五十个人 所以对习近平来讲的话 他不是说这个死多少人的物理 当然死还是太多了 他肯定是不行 而是认为就是说 动态清零是他的所谓的一个抗议的 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政策的总指导 而且这个太早已把这个疫情政治化了 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他所达到的就是说 比如说官方现在放出的一些信号 采放一些专家放出信号 是要宽慰人宽慰老百姓的信息 你不要太害怕 那么我们可以其实可以做一个相反的理解 也就是说在这种动态清零的这样的情况下 你不要太害怕 也不是说就是说你这个病死这么多人放开之后 你不要太害怕 我认为他应该是恰恰是前面前面一种意思 也就是说现在这种动态清零 这个会造成一些老百姓的这样一个生活 等于是不太便利的事 不要太这个害怕 所以这样 那老百姓就是对这种所谓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宽心吧 我们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密集的 包括官方的这个这个卫生专家 工卫专家 一系列在都在包括官员都在强调所谓 动态清零动态清零 间接动态清零 所以你可以看看仅仅是一个江洪 这个江洪伟的声音跟其他官员的声音 上边两解 这个声音呢 就是完全是不成对比的一个东西 另外他这个所谓工卫系统的决策中 到底是张文宏的这个声音 对习近平的影响大 还是两万年的这个声音 对习近平的影响大 所以这里面这个因素必须要考虑 当然我认为他会进行一些所谓的调景 未调就好像就刚才前面君涛也讲了 就是他进行的进入了这个官员 官员讲说进入了第四个阶段 那么第四个阶段 他可能是要避免去上 就是基础封城的话 要避免去上上海这样的封城 不要去上上海这样的世界 上海这样的世界应该算是在大城市里面 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例子 所以他肯定是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生 但是这个动态七零 我认为他依然还是会坚持一段时间 我觉得这个二十大击前 如果他不是就是 这个二十大击前 我觉得就是说 完全放开上西方这样放开的 这样的可能是我 我个人犯的是没有可能的 但可能会进行一些小部分的微调 对赵平我说两句好吧 谢谢 对我觉得就是在对习近平的判断上 我同意郁文的看法 但是我还是觉得在两个压力下 我觉得习近平现在做了一些让步 做了暂时做了让步 他不是改变看法 那第一个就是在经济的压力下 因为经济下行压力也太大了 这个东西包括外资走 第二个就是民怨 就是他这种权育就是权源核酸 这么反复的查核 这个权育封城导致的各种次生灾难 那这个压力下 我觉得习近平要做点回应 但是这样的话就使得 一直就有不同看法 我觉得这个盛平不大愿意谈 实际上中国现在就是有两种思路 在如何质疑有两种思路 如何发展经济也有两种思路 一种思路就经过 刚才质疑已经说过了 这个郁文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就是这个专家就全世界专家认为的思路 和习近平思路是有冲突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关于经济发展呢 实际上习近平一上来搞供给色 和新常态的这个改革的时候呢 实际上专家也有不同看法 简单的说呢就是说 80年代的这些靠这个民怨的发展 这些专家呢 主张对现有的经济发展主体 进行规范 而不是进行那种大刀阔斧的这种整肃 那么包括这结构调整 还是企业素质提升 但是习近平其实呢 他一上来之后 他要做的是 他并不是说真的摧毁所有民营企业 我在前面我也讲过了 他只是想对企业的素质 进行大幅度的提升 对产业结构进行大幅度的优化 那这样的不惜呢 对现有的企业进行杀伐 和进行扶植心理啊等等 那这样的话其实他是跟国务院的跟这些就八十年代出来的这些包括地方经济的这些大员主管的大员 他的思路是有冲突的 而且在这一次呢 我觉得国务院会上关于经济调控上你可以看出他是两段 一段呢是要发展一段是安全 就是发展要要安全要要 安全这个呢 其实习近平开始对经济进行整顿的时候 他就强调了 就是说如果现在继续就是他的三去一补啊 其实就是为了让经济在健康发展的同时 不要把一个未来带来大风险的泡沫经济给他去掉 拆弹 我不认为习近平这个思路啊 就是说在这两种思路上 其实全世界呢 在经济现代化中都会有这两种思路的争论 但是呢这个思路本身分歧是在的 那我觉得在这次中央工作 这个中国政治局会上 习近平实际上在这两点上做了点让步 就说那么主要还是在面临的这个质疑中的民怨和导致的经济下滑的 一切出乎意料的下滑 因为他他以前才最近有个词 叫让经济确保在合理运行的区间 如果出了这个区间 他可能就要采取权益之计 所以我说呢在我跟郁文的不同在于 我认为习近平实际上觉得这个经济人要出了合理 这个区间的时候呢 他需要对自己的这种原来的想法呢 做一点对现实做一点妥协 但是不是他改变了想法 我再补充一下 我认为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就是说放开的话 他就也就是最多就是回到就是在奥米克隆疫情之前的那种防控的状态 我如果说你把这种状态调的这个回到这种状态清净放开的话 我同意他会放开会搞这样 但是我我我始终强调就是他不会就是说到二十大级前 我觉得他不会就是说上西方上美国 澳洲这样的放开 他是不会的 包括就是说甚至说上上上其他的国 就像韩国上这个马来西亚 这样的印度这样的放开 他也不会的 我看起来这个疫情的风控啊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确实很大 那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经济不止冲击这个中国的经济 也对世界的经济产生一些影响 我五月份开始 从刚才这个声明提到了 到底这个监管单位金融单位怎么样跟科技产业 还有跟外资外商来座谈 是不是释放更多讯息 我相信我们在中国研究院会有更多的讨论 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议题 中国经济很糟糕的时候 真的觉得会议到底释放哪些政治讯息 跟经济产业的这个措施的调整 不过接下来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廖国勋 这个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 这个突然的萃死 当然现在死因也有一些传闻 我想请教大家就是说 到底在二十大之前 总是觉得好像发生这种地方首长的 一把手二把手的这个一些死讯 总是会引来一些传闻 有人说甚至跟栗战书 跟跟这个孟建筑都有关系 到底跟他前任也有点关系 金通你怎么样看待廖国勋这样的一个 我还真的是没有什么确定的信息 但是假如说他原来身体都很健康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身边呢 经常有些人在这个年龄上 到这个年龄会脆死 我没有什么解读的空间 我不知道其他两位嘉宾怎么样 他们是怎么来解读的 反正对我来说的话 他就是一个突发一个偶然事件 但是呢 我觉得在前一段时间 中国反腐的时候 比如有很多的人什么跳楼啦 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非正常死亡吧 就是老说他们是精神病 就是好像他们这个抑郁症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说不过去 这个其实多多少少还是能观察的 不正常 当然这个不正常 从反腐上给他们造成的压力 这也是王七三 当时在反腐的时候 习民说过 要让他们有一种心理压力 这种压力要大到 让他们怎么怎么样 那我觉得但是这个不一定是什么坏事情 但是我没有什么确切消息说 这一件的死亡 这个死亡事件呢 跟我前面说的这个区 这些的动向啊 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这边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观察 你觉得廖国新 我完全不了解这个人 就是说我倾向于认为呢 就是就突然死亡就出事 但是有一个朋友呢 他是讲了一个也不道理 就是一个朋友呢 一个上海的非常了解的人 一个朋友 他写了这么一点东西 他说呢 他从他的履历上讲了一下 廖国新这个人呢 他曾经在上海工作过 16年12月份 他是上海的市委常委 然后呢 又任上海市委 就是那个市纪委的书记 四个月后呢 上海当时就查了几个大案 比如说原检察长的那个案子 和上海中院的 再以后呢 17年的时候 我们知道很快就是 那年那是 肖建华回家过年了 过年实际上肖建华随后 就是被关在上海的松江 某一个地方 就是那个地方 好像我也知道 听说过那地方 就是查明天系 所以这个恐怕 就如果一定要讲阴谋论的话呢 他查过安邦的事情 他查过明天集团的事 而当时肖建华为了脱罪呢 又共处了几个跟明天的规模 就几近于明天规模的 几个大的 财团的事件 而他这是参与查的 具体事件 就当时是中央各部门呢 就包下了上海的一个外贸酒店 就从司法啊 纪检啊 审计啊 查了很久 其实肖建华呢 当时他知道自己 他当时管理明天系 上万亿的资金 给中国的红色家族啊 中国一些黑钱白钱吧 都管在他的账下 他知道他不安全 所以他也收集了别人的很多材料 所以在他被抓的以后呢 他就把这些材料都供出来 就以求达到一个法不责重的效果 无意间呢 把这个案件扩大了好几倍 所以案子的规模 所以说到底 就他的工作经历 是不是 是他这个猝死的一个原因 那当然是阴谋论的角度 但是至少可以看到有一点 参加同样这个案子的那些人 现在都该进去都进去了 就该到哪都到哪去了 比如孙力军 就是查这个案的人 比如说龚道安 这是小团伙里面的另外一个人 比如说傅政华 比如说周薛东 这些都已经被查办了 那么他是不是一个 不能查办 但是必须就是出事的人 这是完全阴谋论的角度 否则的话就是一个自然的死亡 那盛平我想问就说 你认为他是自杀呢 还是就假如说阴谋论呢 还是被他杀 我不知道 这是因为国内一个部队 提供了这么一个想法 而且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就他知道太多 对吧 他跟他们是同样一批查案子的人吗 不过看了一下的资料的 大概五十八九岁 这个是非常壮年 五十九岁 对五十九 贵州起家 后来在浙江上海天津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这个郁文你怎么样看待料过去 我对他没了解 之前不是这个消息出来的 是这个这个话 都不知道有这个人 但是他的履略 这个他强势在贵州工作 他的工作跟现在的贵州贤委书记 那个女的贤委书记 导致这个这个有交集 然后到没到结账吧 然后到上海吧 到上海带过什么政法委书记 纪委书记这个致力的 然后到天津当当这个市长 所以这个之前也没有权 就来说是要查他的 有查他的权文 没权这个权文 那么突然之间说这个死了 人死了 当然感觉到舒服有些 有些蹊跷 因为像他这样的高级干部的话 这个医疗保健 一个是一个是很好的 但是说你说这里 背后有多少的阴谋论 是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可能以这个 也也只是阴谋论的 这样一个想法而已 我还是心里可能 还是是个人的一些疾病 就是就像刚才军道讲的 说一个健康的人突然之间 畜属的话 这个这种事情 我们讲经常出生也不奇怪 也不奇怪 一度来讲的话 对他实在还没有了解 不然其实讲这么多 不过很多政治人物 这个心脏或者心肌梗塞而走的 这个比例也不小 不过有人传言他是习近平人 但我不清楚 我不晓得 听到过视频 或是有人对他跟习近平之间关系 有所了解 我强烈要求和平来解答 因为我想他一定会有咱 我们都没有那不信心 我不晓得和平进了我们 进了摄影馆了没有 他不晓得已经进不进 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了没有 显然看来看起来他没有 不过晚一点 说不定等他进来之后 我们看到和平了 你的声音麦克风里面打开 和平 请导播放一打开 谈一谈一下 廖国秀吧 我觉得这个在二十大之前 这个案子的发生 正好符合了一个中空的基本的规则 每一次这个开党代会之前 都有一个直下市会出比较大的事情 或者是相当前后吧 你看看四个直下市 陈其同 对吧 书记 政治局委员 然后呢是这个 后来是上海市委书记陈亮宇 也是政治局委员 然后是 曾经市委书记 这个 薄熙来 所以我在五年以前 几年以前 我说下一次就轮到天津了 轮到天津了 所以这次果然轮到了天津 只不过是呢 现在还不是李鸿中出事 是这个廖国生出事 廖国生出事 非常的有趣 为什么呢 他是中共现在培养出来的一个 下一届的政治局委员的一个成员 如果弄得好 这一次进政治局 如果弄得不好 下一届进政治局 因为他的资历啊 符合习近平的要求的所有的条件 一方面呢 他在当时候的贵州的时候 他曾经从里面工作过 其实也不是低政了 他已经在这个贵州的同仁市 还是同仁地区 他有这种就是说 所谓的西南 这个边区工作的这个经历 这个是比较符合习近平的 所谓的政治正确 另外他的这个政治资源 几乎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 服务过五个政治 五个这个省委书记 从最开始的流芳人 到这个秦渊路 秦渊路可能王政达 可能不是知道 可能知道 还有这个 实贞源 你认识他吧 对吧 更是谈判嘛 还有一个就是栗战书和赵和志 尤其是栗战书和赵和志的关系 基本上使这个案子 就增加了很大的蹊跷 然后他去这个浙江啊 当过这个组织部长 你知道这个职务是非常重要 前任的部长是胡和平 就是后来的陕西省委书记 成织的小兄弟 那么他在浙江当组织部长的工作任务是干什么呢 就培养新的一代之江新军 那么实际上这些之江新军呢 在习近平时候 他们已经是县级干部 或者是这个局级干部 但是到了这个廖国生去了以后呢 就给了这些人一些精神的更好的一些机会 就是他的当这个 他就由于这个职务 他自己本人成为了之江新军 同时呢 他又这个培养了新的一代之江新军 在这个职务上面很快又掉到了这个上海 就基本上他都习近平的路线 到了上海的时候 他又创造了一个前所谓的职务 什么叫前所谓的职务呢 他是上海市委纪委书记 同时又是上海市委副书记 同时还担任了上海市委纪委书记 日文尊涛 你们都是这个对官场比较熟悉嘛 一个人同时担任这个职务 结无仅有 结无仅有可以说是 那么在上海的时候除了这个案子 我觉得刚才盛平所提供的这些背景和资料 都是非常真实 非常可靠的 其实还不一定是这个安邦的案子 最重要的是肖敬华的案子 这个是高度敏感 直接由北京来直接管理 但是是委托上海市具体的监管 照顾肖敬华 因为肖敬华的案子 比安邦的这个案子还要敏感 吴小晖比吴小晖还要敏感 吴小晖是表面上跟红二代有一些关系 但实际上真正直接服务政治局常委的加州的人 主要是这个肖敬华 所以肖敬华的案子高度高度的敏感 那么你看有六个宣区参与一部分 你就可见他的重要的程度 而且在上海的时候 是他处理和调查森立军 孟金柱和尤其是从公安部下来的 那个叫龚道安 龚道安就是他亲自处理的 因为处理了龚道安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是政法委书记 就直接顿到龚道安来 当然在上海也不是那么顺利 除了这个针对安邦或者是这个 这个这个肖敬华的调查以外 龚道安以外 其他的对申立军和孟金柱的调查并不是那么顺利 主要的原因是他是外地人 而且在上海人看起来你根本不逆流 所以而且上海人在自己的这个这个干部的这个保护的程度还是很高 所以他原来想往这个方向发展就没有没有往上走了 然后就这个时候就调到了这个天津 没调到天津这个事情呢 是属于安排的 又是栗战书 为什么栗战书能够安排这个事情呢 就是因为他的前任王东方 那就是天津市长 就是栗战书在西安当市委书记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一个老书记的秘书就叫王东方 就帮助了栗战书在西安的这个这个根基 所以王东方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当了九年的副组长准备退休了 栗战书把他搞到了这个天津 接了当年的这个黄金国的这个职务 这个事情蹊跷在什么地方呢 蹊跷在于王东方呢 后来调到了这个河北省当省委书记 而这个廖国城接了这个职务之后 在天津市做到相当的不错 天津市一个妖魔鬼怪的一个地方 主要是李悦凡子的执政的时候 大来的腐败是非常严重 那个可能也是尊涛比较熟悉的一个系统 因为尊涛当年的一些这个这个同学啊 或者是朋友在天津当官比较多 也是共情团的一个政政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 福奇尼啊好像李悦凡这些都是共情团的 但是天津的妖风非常严重 但是他们跟北京关系搞得很电 搞得很很定 所以就造成了在2007年的时候 天津市委副属级天津市政协主席 所以孙平顺拿到口罩拿到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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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袋啊 套到自己的脖子上啊 自写死自杀啊啊 成功的啊救了这个李悦凡啊 当时李悦凡正好从这个这个北京赶到这个天津去啊 所以天津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孙平顺是非常尊敬的啊 所以你看看孙平顺的墳墨上整天都是鲜花和美酒 因为那些领导干部都说哇 平顺同志你真的不错啊 保护了这个大家 所以天津的这个官场啊 之邪气啊 到很多人到下面都是很不顺利 黄兴国是在浙江过车的被干掉了 对吧 简直他的这个这个毕地啊什么什么的经商 何立峰在天津本来原来这个天津市长是不是他的 但是把他爬齿了 把他搞到了这个政协当这个主席 如果不是习近平 何立峰也就是在天津退下来了 不进监狱就不错了 那么这一次他去了以后呢 大家觉得天津这个地方就是风险不好 风险不好 至今好不容易来了一个政治局委员 谭绍文还没有搞多久就死掉了 后来出了两个人物 一个是张高丽对吧 大家知道张高丽瓦尼啊 这么一个状况 也也是说天津的风水带来的 现在还有一个森春兰也是天津来的 那么这一次语音呢 按照计划是啊 李鸿忠啊 在这一次党代会之后调到北京 廖国生呢啊 成为这个天津市委书记 如果成为天津市委书记 廖国生就等于呢 政治局委员拿到了一票 现在只是所有的恶啊 所有的恶啊就是来自于最高层 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 干掉一个人 整个一批人就会 整个官员就完全不同了 所以现在很多类于李昌出事 为什么 因为李昌出事可能就会争取啊 空出一个常委位置 而廖国生出事呢 又多了一个政治局位置 你们别看了这个位置 好像对我们来讲 只是一个头衔而已 根本可以无所谓 但是对于官场商场来讲 那就是几千万 几千亿甚至是 这么一个巨大的这个利益 更不要说升官所带来的 一系列的这种这种这种关系 所以廖国生这个死了 肯定是很蹊跷的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由新华社发出电稿 也不是由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发出这个电稿 说怎么怎么样 而是出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 也不是莫名其妙吧 而是说叫廖国生同志什么 智商委员会发出消息 而不是由市委和市政府 如果他真的是因公顺职 那肯定会给他更隆重的赞扬 因为习近平应该到处要找这种标兵 对不对 那么所以他的这个死 不可能是疾病的死亡 根据我的这个消息的来源 没有几乎证实际上 他是在家里面自杀身亡的 是不是有没有其他的死亡 我们不知道 是不是他真的自己自杀 还是被人自杀 也不知道 因为这个事情你逼不下去 但是这个事情的意义就是 为党的二十大 正式敲响了这个战斗的号角 对吧 也终于完成了四个直下市的 这么一个过程 从陈其同 陈良宇 到这个薄熙来 现在到了这个这个廖国生 所以他是这么一个 官场的一个非常诡异的 但是同时呢 又遵循了他的这个正式的规则 就是每一个直下市 他必须要出事 不出事 那就不是直下市了 因为他这个理念就是涉及到 一个普通的官员 不是普通的官员 一个政部的官员 能不能耀声到国家领导人 或者是整国家领导人 能不能耀声到一级国家领导人 这么一个一个生死的观看 我讲的就是这些 谢谢这个和平很详细的说明 让我们对了国庆的这个促使 稍微有点了解 军头好像点头肆意表示正统 我觉得他这个就是难为我们三个人 对吧 他上来讲就行了 然后我们三个点评又可以了 看看有没有说一句话 还有点疑问 就是刚才这个和平介绍的 这样一个详细介绍的 这个廖国勋应该是属于习近平的人 他是属于吉祥君 那么那个虽然他在上海 紧了我们讲可能紧了上海 紧了江泽民 紧了在孟建柱 然后他到天津来 天津观想到来也是 也是这个我们原来的时候 李这个这个这个李瑞环的 这个这个天下 那那么这笔号是不是说两股势力的河流 比如讲李论怀的势力 跟所谓的这个这个 这个曾经红的势力河流 那要要要要在二十大提前 要要搞什么事 所以把也把廖国章都干掉 还是说廖国章本人也是 设神有有有有很严重的一个 一个腐败 然后他担心这个所谓的这样一个腐败 会最后会暴露 我心里面也把握住他 干队就是说就是自己自杀 那么并灵杀害的这个可能 我觉得还是比较少 那除非是自己自杀 OK 我回应一下 刚才我漏了一个很关键的新的细节 就是说廖国生知道天津节的是天津市市长 而前任的天津市市长呢 是王东方 我前面讲的 王东方在早一些天刚刚年年还没有到 就从河北省委书记任上海下来了 这个也是很奇怪的 因为河北是栗战书的老家 另外就是刚才你讲了 这个这个谁受习近平的人 其实这个我对这个事情是有有疑问的 虽然他是之江新春 但实际上他跟之江新春没有关系 就是人们要把他安排到这个之江新春 那现在在中国官场四个地方 就是只要你有关系 哪四个地方呢 福建 浙江 上海 和陕西 因为只有这四个地方 中组部那些报彩的 你看哇 就给你报上去了 所以他是这么一个一个关系 所以他叫背之江新春 可以说是 然后他这个事情跟天津跟上海 尤其是跟栗战书到底有什么关系 也不清楚 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不知道 栗战书和习近平的这一番这个 这个关系最后面怎么收场 因为早一段时间大家记得吗 栗战书有一段时间还没有公开出来活动 对不对 这个事情是不是跟王东方的异动 跟这个谁的这个 这个廖国生去进这个 天津市委书记有关系 现在也不知道 现在传说出来要要 李强要换掉一个什么植物菜体要怎么动 甚至王 王东方越去什么什么北京市 这些乱七八糟的传闻是前所未有多 妖魔鬼怪现在都出来了 在妖魔鬼怪出来的情况之下 廖国生同志先走一步 所以二十大之前我想这种人事的布局 人事的传闻揣测会越来越多 我们到时候再请和平都给我们做一点分析 然后请君导一文盛平再给我们讲评一下 看看谁接这个廖国勋 因为在天津市长的职务 毕竟这是个自家市的市长 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职务 这个那我你提这个问题我有兴趣了 让和平用的政治机器人 给我们算一下 看看谁会接 这个天津市市长无非不是两个人 一个人呢 这个人应该是新任的省长 就是他已经是一个省级干部了 他已经不是个副省级了 那么才能到天津这个事情压得去镇 因为要么李洪正通在调走嘛 要调走的话 要么是这个人升委员 要么是外面调一个人委员 但是不管是他自己升了委员 还是调外调一个人当委员 那么这个人应该在李洪正走之前 是有比较大的分量 所以从逻辑上来推论天津市市长 不应该是一个 这个被新提划出来的一个官员 而应该是现在在毛沟省 担任省长的人 或者是省级干部的人 他本来符合这个省长的资格 当时临时把他放在一位 省委副书记这么一个职务上 但是更有可能他已经是省长了 因为天津市中国的一个 很多样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地方 担任他的这个市长的职务 比其他的这个省长 应该是更有经济管理经验 所以应该不是个意识形态的干部 应该是一个有 已经有前省级的管理经历的人 实际上他们昨天开会已经定下来了 天津市长在历史上确实 中共的第一届天津市长是 是宇启威黄晋 黄晋之死呢 就到现在为止 对对对 风险不好嘛 那个像重庆的 那个地方诅咒的地方 因为重庆是我的家乡 那个地方就公安局长好像很不利 对吧 就是文强杀了张军 然后他又被王立军又杀了 然后王立军自己又出事 王立军后面的死 就每个地方是有他的风水 是是 你讲黄晋就说他是在南宁开会嘛 对不对 好像死在广州还是什么什么地方 他南宁开会那时跟毛有 毛说了他几句 他当时病就发了 但他确实他的 他的死呢也有一些说法 就他实际上是在广州治病的时候 突然一下也是死的 死了以后当然也有 有些各种的说法 但应该是 就是因为 就我跟他的一些 就是一亲戚吧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就我曾经问到过这个 嗯 至少就是记他的太太吧 就是去范景讲的就是一个医疗事故 有点像罗尔清那种医疗事故 但是给他治病 给他治病的人是一个 他们非常相信的医生从北京派去的 就这个医生医术不好 人品是不错的 延安齐就是 跟他们就很熟 嗯 但是那个时候 他是不是已经不是天津市市委书记了 他是一级部部长了 一级部部长 他是天津市委书记 他是天津建政工厂建政第一届市委书记 对对对他死的时候是一级部部长 他然后他五二年就旅客天津 就叫一级部 后来一级部又犯了一些 就是跟毛的一些想法 在南宁会议的毛就当面批评了他 当时他就犯了病 再以后呢 在在五六年就八大的时候 又出现了一些其他的事 就是江青又诬告了他 说他曾经历史上是叛徒 就是就结果就专门审查他的那个 就是党员 就是中央委员的资格吧 我们观众可能不知道 他就是余振生同志的父亲 黄敬同志 对他叫余启威 他三个小孩 他最大的小孩现在就在美国 就是安全部叛逃的 可以说级别最高的一个 余强 级别多高 他算是主管就是北美外派这些的吧 所以他由于他才那个金屋带的 金屋带的被捕 就莱尔乌太清 他现在还在美国 他们有三个小孩 三个儿子 一个是中间那个叫余敏生 最大的余强生 是个院的 对 以前在美国做过 不在美国做过 就是个院对 谢谢 谢谢 我看看这个 乐部讯 余强生 余强生 是到至今为止对美国的情报系统破坏最强的一个中共的间谍 接美国的间谍啊 现在活的挺好的 但是美国的网络上 一直保 中国人很多人都认为他早就死了 就是对这个这个谣言呢 官方也一直不去破 反正就是有好处吧 就是那些叛逃的心里面 我们找到了余强生的朋友 他本来呢 是我们一个朋友介绍的 老魏了当然是 他正面负责这个余强生的 案子就是他负责的 当然这老头吧 你得大了 他不大会弄这些视频啊 这些系统 他来说弄不小 算了 因为他又受伤了 睡觉了 要本来由他来讲一讲余强生 那就幸福死了 他是 他是在美国之音讲过 讲过一段时间 这个人呢是我知道你讲这个人 这个人叫I.C. Smith 他是美国联邦调查局 中国课的课长 就在余强生事件发生的时候 86年的时候 然后余强生到美国来以后呢 他的安全 他的整容 他的一切 衣食住行 由这个人来负责 他在退休以后呢 他应该是 产签零件以后吧 他写了本书 在美国发表的 就一些可以买到 在Amazon上 那书的名字就叫做 Inside the FBI FBI内幕 其中有一张专门讲 余强生是怎么叛逃的 他的前因后果 以及他 我们都把它翻译出来了 对 那个书有一本 在明镜有一本书里面 有他的那个栽录 叫做正在进行的什么什么 谍战 正在进行的谍战里面 有这一张 我看过 好 谢谢 各位先生 看看 赖博逊的死因 还谁接天资市长 我们再来请 这个和平 给我们分析一下 我 王军大会 声明比我了解 日文是真正的专家 我真的 我现在真的 不太了解 这些事情 现在 我们 谢谢您收看明镜火拍 敬请您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